蝴蝶俩 蝴蝶俩的主播 大家好 我是韩国主播叫蝴蝶俩 这一次在龙珠TV跟大家初次见面 认识你们很高兴 以后我将通过韩流文化中心的KBS 分享一下我的减肥方法和教你们韩文 怎么样有兴趣吧 请大家关注韩流中心KBS和蝴蝶俩 大家好 观众朋友们 雪炫和笑凌 还有裴永俊的女人 朴秀珍 你知道她们都有的共同点是什么吗 那就是她们都拥有很美丽的后背线条 还有翘臀 如果你们想像她们一样 拥有完美身材 那千万不要错过蝴蝶俩的主播 大家好 我是韩国主播叫蝴蝶俩 这一次在龙珠TV跟大家初次见面 认识你们很高兴 以后我将通过韩流文化中心的KBS 分享一下我的减肥方法和教你们韩文 怎么样有兴趣吧 请大家关注韩流中心KBS和蝴蝶俩 大家好 观众朋友们 雪炫和笑凌 还有裴永俊的女人 朴秀珍 你知道她们都有的共同点是什么吗 那就是她们都拥有很美丽的后背线条 还有翘臀 如果你们想像她们一样 拥有完美身材 那千万不要错过蝴蝶俩的主播 大家好 我是韩国主播叫蝴蝶俩 这一次在龙珠TV跟大家初次见面 认识你们很高兴 以后我将通过韩流文化中心的KBS 分享一下我的减肥方法和教你们韩文 怎么样有兴趣吧 请大家关注韩流中心KBS和蝴蝶俩 大家好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 雪炫和笑凌 还有裴永俊的女人 朴秀珍 你知道她们都有的共同点是什么吗 那就是她们都拥有很美丽的后背线条 还有翘臀 如果你们想像她们一样 拥有完美身材 那千万不要错过蝴蝶俩的主播 大家好我是韩国主播叫蝴蝶俩 这一次在龙珠TV跟大家初次见面 认识你们很高兴 以后我将通过韩流文化中心的KBS 分享一下我的减肥方法和教你们韩文 怎么样有兴趣吧 请大家关注海流中心KBS和蝴蝶俩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 雪炫和笑凌 还有裴永俊的女人 朴秀珍 你知道她们都有的共同点是什么吗 那就是她们都拥有很美丽的后背线条 还有翘臀 如果你们想像她们一样 拥有完美身材 那千万不要错过蝴蝶俩的主播 大家好我是韩国主播叫蝴蝶俩 这一次在龙珠TV跟大家初次见面 认识你们很高兴 以后我将通过韩流文化中心的KBS 分享一下我的减肥方法和教你们韩文 怎么样有兴趣吧 请大家关注海流中心KBS和蝴蝶俩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 雪炫和笑凌 还有裴永俊的女人 朴秀珍 你知道她们都有的共同点是什么吗 那就是她们都拥有很美丽的后背线条 还有翘臀 如果你们想像她们一样 拥有完美身材 那千万不要错过 蝴蝶俩的主播 大家好我是韩国主播叫蝴蝶俩 这一次在龙珠TV跟大家初次见面 认识你们很高兴 以后我将通过韩流文化中心的KBS 分享一下我的减肥方法和教你们韩文 怎么样有兴趣吧 请大家关注海流中心KBS和蝴蝶俩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 雪炫和笑凌 还有裴永俊的女人 朴秀珍 你知道她们都有的共同点是什么吗 那就是她们都拥有很美丽的后背线条 还有翘臀 如果你们想像她们一样 拥有完美身材 那千万不要错过蝴蝶俩的主播 大家好我是韩国主播叫蝴蝶俩 这一次在龙珠TV跟大家初次见面 认识你们很高兴 以后我将通过韩流文化中心的KBS 分享一下我的减肥方法和教你们韩文 怎么样有兴趣吧 请大家关注韩流中心KBS和蝴蝶俩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 雪炫和笑凌还有裴永俊的女人 朴秀珍 你知道她们都有的共同点是什么吗 那就是她们都拥有很美丽的后背线条 还有翘臀 如果你们想像她们一样 拥有完美身材 那千万不要错过 蝴蝶俩的主播 大家好我是韩国主播叫蝴蝶俩 这一次在龙珠TV跟大家初次见面 认识你们很高兴 以后我将通过韩流文化中心的KBS 分享一下我的减肥方法和教你们韩文 怎么样有兴趣吧 请大家关注海流中心KBS和蝴蝶俩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 雪炫和笑凌还有裴永俊的女人 朴秀珍 你知道她们都有的共同点是什么吗 那就是她们都拥有很美丽的后背线条 还有翘臀 如果你们想像她们一样 拥有完美身材 那千万不要错过蝴蝶俩的主播 大家好我是韩国主播叫蝴蝶俩 这一次在龙珠TV跟大家初次见面 认识你们很高兴 以后我将通过韩流文化中心的KBS 分享一下我的减肥方法和教你们韩文 怎么样有兴趣吧 请大家关注韩流中心KBS和蝴蝶俩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 雪炫和笑凌还有裴永俊的女人 朴秀珍 你知道她们都有的共同点是什么吗 那就是她们都拥有很美丽的后背线条 还有翘臀 如果你们想像她们一样 拥有完美身材 那千万不要错过 蝴蝶俩的主播 大家好我是韩国主播叫蝴蝶俩 这一次在龙珠TV跟大家初次见面 认识你们很高兴 以后我将通过韩流文化中心的KBS 分享一下我的减肥方法和教你们韩文 怎么样有兴趣吧 请大家关注海流中心KBS和蝴蝶俩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 雪炫和笑凌还有裴永俊的女人 朴秀珍 你知道她们都有的共同点是什么吗 那就是她们都拥有很美丽的后背线条 还有翘臀 如果你们想像她们一样 拥有完美身材 那千万不要错过蝴蝶俩的主播 大家好我是韩国主播叫蝴蝶俩 这一次在龙珠TV跟大家初次见面 认识你们很高兴 以后我将通过韩流文化中心的KBS 分享一下我的减肥方法和教你们韩文 怎么样有兴趣吧 请大家关注韩流中心KBS和蝴蝶俩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 雪炫和笑凌还有裴永俊的女人朴秀珍 你知道她们都有的共同点是什么吗 那就是她们都拥有很美丽的后背线条 还有翘臀 如果你们想像她们一样 拥有完美身材 那千万不要错过 蝴蝶俩的主播 大家好我是韩国主播叫蝴蝶俩 这一次在龙珠TV跟大家初次见面 认识你们很高兴 以后我将通过韩流文化中心的KBS 分享一下我的减肥方法和教你们韩文 怎么样有兴趣吧 请大家关注韩流中心KBS和蝴蝶俩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 雪炫和笑凌还有裴永俊的女人朴秀珍 你知道她们都有的共同点是什么吗 那就是她们都拥有很美丽的后背线条 还有翘臀 如果你们想像她们一样 拥有完美身材 那千万不要错过蝴蝶俩的主播 大家好我是韩国主播叫蝴蝶俩 这一次在龙珠TV跟大家初次见面 认识你们很高兴 以后我将通过韩流文化中心的KBS 分享一下我的减肥方法和教你们韩文 怎么样有兴趣吧 请大家关注韩流中心KBS和蝴蝶俩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 雪炫和笑凌还有裴永俊的女人朴秀珍 你知道她们都有的共同点是什么吗 那就是她们都拥有很美丽的后背线条 还有翘臀 如果你们想像她们一样 拥有完美身材 那千万不要错过蝴蝶俩的主播 大家好我是韩国主播叫蝴蝶俩 这一次在龙珠TV跟大家初次见面 认识你们很高兴 以后我将通过韩流文化中心的KBS 分享一下我的减肥方法和教你们韩文 怎么样有兴趣吧 请大家关注韩流中心KBS和蝴蝶俩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 雪炫和笑凌还有裴永俊的女人朴秀珍 你知道她们都有的共同点是什么吗 那就是她们都拥有很美丽的后背线条 还有翘臀 如果你们想像她们一样 拥有完美身材 那千万不要错过蝴蝶俩的主播 大家好我是韩国主播叫蝴蝶俩 这一次在龙珠TV跟大家初次见面 认识你们很高兴 以后我将通过韩流文化中心的KBS 分享一下我的减肥方法和教你们韩文 怎么样有兴趣吧 请大家关注韩流中心KBS和蝴蝶俩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 雪炫和笑凌还有裴永俊的女人朴秀珍 你知道她们都有的共同点是什么吗 那就是她们都拥有很美丽的后背线条 还有翘臀 如果你们想像她们一样 拥有完美身材 那千万不要错过蝴蝶俩的主播 大家好我是韩国主播叫蝴蝶俩 这一次在龙珠TV跟大家初次见面 认识你们很高兴 以后我将通过韩流文化中心的KBS 分享一下我的减肥方法和教你们韩文 怎么样有兴趣吧 请大家关注韩流中心KBS和蝴蝶俩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 雪炫和笑凌还有裴永俊的女人朴秀珍 你知道她们都有的共同点是什么吗 那就是她们都拥有很美丽的后背线条 还有翘臀 如果你们想像她们一样 拥有完美身材 那千万不要错过蝴蝶俩的主播 大家好我是韩国主播叫蝴蝶俩 这一次在龙珠TV跟大家初次见面 认识你们很高兴 以后我将通过韩流文化中心的KBS 分享一下我的减肥方法和教你们韩文 怎么样有兴趣吧 请大家关注韩流中心KBS和蝴蝶俩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 雪炫和笑凌还有裴永俊的女人朴秀珍 你知道她们都有的共同点是什么吗 那就是她们都拥有很美丽的后背线条 还有翘臀 如果你们想像她们一样 拥有完美身材 那千万不要错过蝴蝶俩的主播 大家好我是韩国主播叫蝴蝶俩 这一次在龙珠TV跟大家初次见面 认识你们很高兴 以后我将通过韩流文化中心的KBS 分享一下我的减肥方法和教你们韩文 怎么样有兴趣吧 请大家关注韩流中心KBS和蝴蝶俩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 雪炫和笑凌还有裴永俊 你知道她们都有的共同点是什么吗 那就是她们都拥有很美丽的后背线条 还有翘臀 如果你们想像她们一样 拥有完美身材 那千万不要错过蝴蝶俩的主播 大家好我是韩国主播叫蝴蝶俩 这一次在龙珠TV跟大家初次见面 认识你们很高兴 以后我将通过韩流文化中心的KBS 分享一下我的减肥方法和教你们韩文 怎么样有兴趣吧 请大家关注韩流中心KBS和蝴蝶俩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 雪炫和笑凌还有裴永俊的女人 朴秀珍 你知道她们都有的共同点是什么吗 那就是她们都拥有很美丽的后背线条 还有翘臀 如果你们想像她们一样 拥有完美身材 那千万不要错过蝴蝶俩的主播 大家好我是韩国主播叫蝴蝶俩 这一次在龙珠TV跟大家初次见面 认识你们很高兴 以后我将通过韩流文化中心的KBS 分享一下我的减肥方法和教你们韩文 怎么样有兴趣吧 请大家关注韩流中心KBS和蝴蝶俩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 雪炫和笑凌还有裴永俊的女人 朴秀珍 你知道她们都有的共同点是什么吗 那就是她们都拥有很美丽的后背线条 还有翘臀 如果你们想像她们一样 拥有完美身材 那千万不要错过蝴蝶俩的主播 大家好我是韩国主播叫蝴蝶俩 这一次在龙珠TV跟大家初次见面 认识你们很高兴 以后我将通过韩流文化中心的KBS 分享一下我的减肥方法和教你们韩文 怎么样有兴趣吧 请大家关注韩流中心KBS和蝴蝶俩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 雪炫和笑凌还有裴永俊的女人朴秀珍 你知道她们都有的共同点是什么吗 那就是她们都拥有很美丽的后背线条 还有翘臀 如果你们想像她们一样 拥有完美身材 那千万不要错过蝴蝶俩的主播 大家好我是韩国主播叫蝴蝶俩 这一次在龙珠TV跟大家初次见面 认识你们很高兴 以后我将通过韩流文化中心的KBS 分享一下我的减肥方法和教你们韩文 怎么样有兴趣吧 请大家关注韩流中心KBS和蝴蝶俩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 雪炫和笑凌还有裴永俊的女人朴秀珍 你知道她们都有的共同点是什么吗 那就是她们都拥有很美丽的后背线条 还有翘臀 如果你们想像她们一样 拥有完美身材 那千万不要错过蝴蝶俩的主播 大家好我是韩国主播叫蝴蝶俩 这一次在龙珠TV跟大家初次见面 认识你们很高兴 以后我将通过韩流文化中心的KBS 分享一下我的减肥方法和教你们韩文 怎么样有兴趣吧 请大家关注韩流中心KBS和蝴蝶俩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 雪炫和笑凌还有裴永俊的女人朴秀珍 你知道她们都有的共同点是什么吗 那就是她们都拥有很美丽的后背线条 还有翘臀 如果你们想像她们一样 拥有完美身材 那千万不要错过蝴蝶俩的主播 大家好我是韩国主播叫蝴蝶俩 这一次在龙珠TV跟大家初次见面 认识你们很高兴 以后我将通过韩流文化中心的KBS 分享一下我的减肥方法和教你们韩文 怎么样有兴趣吧 请大家关注韩流中心KBS和蝴蝶俩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 雪炫和笑凌还有裴永俊的女人朴秀珍 你知道她们都有的共同点是什么吗 那就是她们都拥有很美丽的后背线条 还有翘臀 如果你们想像她们一样 拥有完美身材 那千万不要错过蝴蝶俩的主播 大家好我是韩国主播叫蝴蝶俩 这一次在龙珠TV跟大家初次见面 认识你们很高兴 以后我将通过韩流文化中心的KBS 分享一下我的减肥方法和教你们韩文 怎么样有兴趣吧 请大家关注韩流中心KBS和蝴蝶俩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 雪炫和笑凌还有裴永俊的女人朴秀珍 你知道她们都有的共同点是什么吗 那就是她们都拥有很美丽的后背线条 还有翘臀 如果你们想像她们一样 拥有完美身材 那千万不要错过蝴蝶俩的主播 大家好我是韩国主播叫蝴蝶俩 这一次在龙珠TV跟大家初次见面 认识你们很高兴 以后我将通过韩流文化中心的KBS 分享一下我的减肥方法和教你们韩文 怎么样有兴趣吧 请大家关注韩流中心KBS和蝴蝶俩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 雪炫和笑凌还有裴永俊的女人朴秀珍 你知道她们都有的共同点是什么吗 那就是她们都拥有很美丽的后背线条 还有翘臀 如果你们想像她们一样 拥有完美身材 那千万不要错过蝴蝶俩的主播 大家好我是韩国主播叫蝴蝶俩 这一次在龙珠TV跟大家初次见面 认识你们很高兴 以后我将通过韩流文化中心的KBS 分享一下我的减肥方法和教你们韩文 怎么样有兴趣吧 请大家关注韩流中心KBS和蝴蝶俩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 雪炫和笑凌还有裴永俊的女人朴秀珍 你知道她们都有的共同点是什么吗 那就是她们都拥有很美丽的后背线条 还有翘臀 如果你们想像她们一样 拥有完美身材 那千万不要错过蝴蝶俩的主播 大家好我是韩国主播叫蝴蝶俩 这一次在龙珠TV跟大家初次见面 认识你们很高兴 以后我将通过韩流文化中心的KBS 分享一下我的减肥方法和教你们韩文 怎么样有兴趣吧 请大家关注韩流中心KBS和蝴蝶俩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 雪炫和笑凌还有裴永俊的女人朴秀珍 你知道她们都有的共同点是什么吗 那就是她们都拥有很美丽的后背线条 还有翘臀 如果你们想像她们一样 拥有完美身材 那千万不要错过蝴蝶俩的主播 大家好我是韩国主播叫蝴蝶俩 这一次在龙珠TV跟大家初次见面 认识你们很高兴 以后我将通过韩流文化中心的KBS 大家好你好我又来了又来了 你好大家好我又来了 那个上周嘛上周我们见面了一次 你们还记得吗我做了什么 我是蝴蝶俩 我叫蝴蝶俩 你们还记得我吗 我很想知道你们还记不记我 各位朋友好啊你好你好 今天呢我为了最近我为了我的健康 我很努力的运动 你们知道吗你们呢 我知道你们上周是五一节 你们都放假了是吧 所以你们都在家那个休息一会儿 然后我现在呢认真的工作吧 所以 Nabi 你好你好你好 Nabi应该是我的那个 已经是我的粉丝吧她 你好大家好我叫胡杰勒 我的韩国名字呢 那个很多人就问我 我的韩国名字 就是我叫英式牙 英式牙世界的是 优雅的牙 就是对我来说是很漂亮的名字 你们想怎么样呢 今天呢今天 谢谢你的送花 还有请大家多多关注我好吗 关注我 关注我 啊 啊 谁说西安中国 中国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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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如果我是中国人的话 我讲的不是这么 不好吧 我的中文不太好 所以你们 请多多帮助我 多多解释我好吗 这个 嗯 今天呢 今天接下来 我们进行一下运动 好吧 那个上周 上周星期三的时候 我们那个做了 对减肥 减肥好 好多帮助的那股运动 今天呢 我们等一下就邀请一个 韩国女神 那个剑师 嗯 请他邀请到这里来 我们跟他学一下那个 呃 对屁股的 那个苹果春的 嗯 好看的苹果 可以做的运动 好不好 嗯 我是韩国人 我是韩国人 啊 你们别误会 你们一听 我讲的中文 就知道 就能知道 我是韩国人 啊 谢谢你的礼物啊 这个 给我的礼物对吧 谢谢 谢谢 啊 谢谢你的礼物 谢谢哥哥 谢谢 啊 我 我给你 那个 公约一下好吗 那个 如果 你们给我礼物 很多很多的话 我 给你们看一下小动作 好吗 小动作 还有 这个 关注嘛 关注 还有这个 叫什么呀 我忘了 呃 订阅 按一下这个订阅 超过 一千的话 我给你们看一下小动作 好吗 因为我是 原来我 就是很害羞的人 但是我 勇敢 勇敢地做一下 好吗 给你们跳一下一个小动作 好不好 嗯 如果想看的 想看的 哥哥们 多多 爱一下那个 关注按钮 还有 还有那个 多多给我 礼物吧 好吧 今天呢 今天给你们 介绍一下 对苹果屯 因为那个 女人嘛 女人在韩国 不只 注意 那个 前面的身材 还要注意一下 后台 你们知道吗 后台 后台呢 哪一个部分最美呢 对女人来说是一个 苹果 好美的苹果 对吧 嗯 大家好 嗯 今天没有人 姐姐什么时候 教韩文 你想学的是哪一个内容 给我说一下 先给你教一下那个 你好 是 안녕하세요 안녕하세요 就这么说 就这么说 반갑습니다 今天你很高兴 这样 嗯 안녕하세요 저는 안녕하세요 这么说 嗯 哪比你是中国的吧 应该 啊 好好好 嗯 请你们多多关注一下 好吗 请多多关注我 请多多关注我的直播 嗯 我的直播 刚才谁给我了 梦梦达的礼物 梦梦达的礼物 对吧 我给你们看一下小动作吧 好 好 好 请多多关注我 嗯 嗯 嗯 我听音乐很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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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们唱一下一首歌 我不舒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你们的礼物 谢谢 你们多多帮我沟通一下好吗 沟通一下好我要快一点超过一千名 一千名 关注我的一千名 快点超过一下吧 好好 然后我先给你们看一下这个 嗯 这个苹果囤的 好有苹果囤的明星是哪一位 韩国女生当中很多 很多就是屁股好漂亮的女人很多很多 第一位是啊 我想我想问你一下 问你们一下好吧 超过一千 超过一千一千 你们看女人的时候 哥哥们你们看女人的时候啊 那个看脸的人 就按一 看身材的人 按二好不好 一二三 打一下 打上去好不好 嗯 我看一下吧 我很想知道男人看哪里 看胸部啊 还有 苹果囤啊 翘囤啊 这些 好丑 谢谢 嗯 说说话 嗯 你们跟我沟通一下好不好 现在没有多少人跟我说话 太安静了 太安静了 现在呢 今天 今天给你们那个看一下我的小动作 跳舞 还有 还有这个 运动 很活泼的那些 所以你们 没人说话的时候 我更害羞 多多帮助我好不好 嗯 多多帮助我 说说话 想问的就问我 好不好 嗯 啊 先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明星的照片 我觉得这个人的屁股最好看 你们觉得怎么样 嗯 嗯 它是我想的 我觉得它的身材好美好美 你们看怎么样呢 嗯 你们你们都知道它是谁吗 它是 我不知道它的中文名字 哈哈哈 心命啊 声明呀 对吧 声明呀 啊 声明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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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说屁股 好吧 哦 好的好的 苹果臀 苹果臀 还有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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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个照片 嗯 它 声明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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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屁股好美吧 啊 我又说了 屁股 苹果臀 擦保有 苹果臀 对吧 它的身材好 啊 看起来好健康 嗯 健康 我只是很瘦的很瘦的人 没有这样的健康美 健康美 啊 哎呀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你们应该知道它是谁吧 它是一个西斯塔里面的 它也是偶像吧 偶像 偶像 谢谢你的花 谢谢你的送花 谢谢 嗯 谢谢 嗯 谢谢啊 然后 笑琳 哦 它叫笑琳 嗯 不要那么多 它也是很 嗯 它跟 声明儿一样的 看起来好健康吧 有人说它有一点胖 但是 对对韩国人来讲 亚洲的人比较瘦吧 它别的地方都瘦了已经 但是屁股啊 还有什么 大腿 这里有一点胖 看起来好 好多 有好多肌肉啊 好健康 对吧 好的好的 看到这里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我刚才跟你们忘了已经 那个看你的脸的人就按1 看身材的男人就按2 好不好 好 KBS的人都来了 对对对对对对 都 你们都进来好了 谢谢你的关注 谢谢你们的分享还有什么宣传啊 都我 受欢迎 好 好吧 你们都在吗 今天特别安静我觉得 怎么样 嗯 如果你们给我给我 给我礼物最多的人 我给他 给他跳一下小动作 还有 对啊 就是韩文讲 腿 腿 腿就是 屁股 屁股 嗯 屁股 可是 我很猛 他说 两个都要看 可以按一二吗 可以按的可以按的 可以按一二 反正都都要看吧 好像男人都一样 男人 看 看 看脸和身材都要看吧 嗯 好好 好吧 好吧 今天 有一点安静 我觉得 是不是 我好紧张你们多多帮助我 好不好 好 那我先给你们跳一下吧 那个气氛太安静 所以 我 我 我只要 只要跳舞一下 跳舞一下 好不好 你们 没有没有送我礼物的人吗 你们都按了那个关注按钮吗 按了没 按了没 啊 你们都来了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的关注啊 我在韩国 我在韩国做模特嘛 做模特 还有 那个 做直播 那个 啊 谢谢你的礼物 做夜 谢谢 谢谢 谢谢哥哥 고맙습니다 고맙습니다 心疼 谢谢你的猛猛的 还有 一边做模特 一边做直播嘛 所以我 很多看得到 可以看那个 身材好美 个子高高的人 我很羡慕他们 我很羡慕他们 我先 我先给你们跳一下这个 这个 这个 关于屁股的小动作吧 现在有几个人呢 有几个人 哪比是中国人 是韩国人吗 是谁呀 是韩国人吗 是谁呀 可以 那个 她说 她打着韩文 她说 想看我的小动作 跳舞 好吧 我给你们看一下吧 给你们看一下我的热情 好不好 那么这 比一下 谢谢 谢谢 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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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